西游记第六十二回 狄狗喜兴,围扫塔,覆魔归正,乃修身 击败牛魔王之后,师徒自然继续向西行进 普多时来到一个叫做济赛国的地方 这个地方对当地的和尚不太友好 原因嘛,则是跟一起盗窃案件有关 在济赛国之中有一座赤剑金光护国寺 这护国寺之中有一座宝塔 在白天,宝塔有祥云笼长 晚上则散发着霞光 因为这宝塔的缘故 周边的国家都把济赛国看作是上邦 可是三年之前,孟秋说是夜半子时 竟然吓起了一场血雨 从此宝塔就失去了宝器 其他国家也不再重视济赛国 所以济赛国的国王就一直怀疑着宝塔之中的宝贝 就是那个夜晚被护国寺的僧人给偷走的 于是他格外讨厌和尚 为了调查此案件 孙悟空和唐僧专门来到宝塔之中查看 在宝塔的第十三层 孙悟空逮住了两个妖怪 叫奔布尔巴,霸布尔奔 据这两个妖怪供述 他们俩都是乱石山碧波坛中万圣龙王的手下 三年之前,万圣龙王伙同自己的女婿九头驸马 前来济赛国 偷走了宝塔之中的舍利子佛宝 而万圣龙王的女儿万圣公主则更为大胆 她竟然跑到灵霄宝殿 偷走了王母娘娘的九叶灵芝草 有了这两样宝贝 乱石山碧波坛 从此就是佛光闪耀了 其实在击败牛魔王的过程中 就曾经出现过这条老龙鲸 当时孙悟空光顾着和牛魔王打仗 没顾得上他 现在可终于轮到你这老龙鲸了 师徒四人先是来到王宫之中 向国王说明了真实的情况 之后呢 孙悟空就带着猪八戒飞到碧波坛 来找这老龙王的麻烦了 其实本回目的内容并不多 而让我感受最深切的 是吴承恩的黑色幽默 以及他对现实的无奈 季赛国称为西方上邦 原因既不是国王有道 也不是因为文武贤良 居然是因为他的宝塔会发光 而且从字里行间 我们一直可以感受到 这季赛国其实是一个政治腐败 黑暗的国家 给这样的国王取回来设立子佛宝 我觉得也没啥好处 不过除了取回佛宝之外 孙悟空也是别无选择啊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如此昏庸的国王继续直征下去 唉 满满的都是无奈啊 眼看孙悟空和猪八戒 要钱去逃宝贝了 那具体是怎么拿回来的呢 咱们下回分解